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还记得吗 两个动词解释成许可 一个是allow 一个是permit 接下来呢 在黑板上 还有另外一个例句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 有关于允许的例句 mother didn't permit her mama呢 不允许她怎么样 alone 独自一个人 不允许她独自一个人 去看电影 看电影的英文叫 go to the movie 但是你不能够直接把go套进去 对不对 我们说过 一个字要怎么样呈现 动词要看前面动词的脸色 所以这里有一个permit 叫做允许 记得 有些动词的后面 只规定 它会挑的 你不能长得乱七八糟的 随便的都跟我跑 不行 我要长这个样子的 你才可以跟着来 所以permit这个动词规定呢 要不定词 to加上原型动词 才可以跟着她 所以呢 这里我们必须要写 mother didn't permit her to go to the movie along mama呢 不允许她呢 独自一个人去看电影 老师帮你画起来 这些to go 是从permit来判断的 由动词来判断 后面动词的用法 那当然啦 这里我们不称为动词 to加上原型 我们称它为不定词 这是第二类表示允许 allow permit 后面一定要用不定词 来当它的受词补语 接下来看第三类的动词 就比较多了 表示思考 认识 来看一下 think 我认为 believe 相信 consider 其实也是think 认为 比较正式的说法 find 我发现 recognize 我认为 我理解到 我体认到什么 recognize 好 这几个动词的后面呢 还是一样 跟permit allow 或者want的用法 是一样的 要用不定词 来当它的受词补语 直接来看例句 第一个例句 we believe 来看一下 believe 刚才有提到相信 我们相信它 是很诚实的 我们相信它 是很诚实的 诚实这个字 我先写上去 叫做 honest honest 叫做诚实 来哦 记得 背单字 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 它的词性 因为词性代表用法 honest 是形容词 好 那么之前呢 我们讲到一个例句呢 提到 所谓的什么 缺席 absent 它是形容词 你不能讲 too absent 这个我已经讲过了 对不对 同样的 honest 也是形容词 词性相同 用法就会一样 所以 believe 后面要接不定词 不是too honest 而是什么 而是 to be honest 记得 这个原型动词的be 同学千万不要漏掉了 另外还有别的说法吗 有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相信呢 它是诚实的 既然后面有一个be honest的 有一个动词 那么呢 我们来用连接词 that来连接看看了 we believe that 怎么样 记得 看到that当连接词 主词动词 一定要出来 that后面要连接子句 哪怕主词 有时候跟前面一样 也不能省略掉 那当然啊 我们相信 它是诚实的 主词不同 当然更不能省略了 we believe that he is honest 有没有看到 这里用原型的be 因为它放在to的后面 这里用is 因为主词为第三人称单数 那么同学 你也知道啦 在一般动词的后面 连接词that 其实它是可以省略的 所以这句话呢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的 我们说 we believe we believed him to be honest we believed that he is honest 这两句的说法都是一样的 我们相信他是诚实的 再来看第二个例句 I thought 我认为the idea 讲义上我们写 我认为呢 这个想法呢 这个主意 这个点子呢 是怎么样 A是可以实现的 那么可以实现呢 就表示呢 我提出来的这个idea 很实际对不对 对了 实际 我们用practical这个词 practical这个字也是一样 它也是一个形容词 所以当你看到thought 它的原型也就是think 对不对 当你看到这个动词 后面再出现一个受词补语的时候 不要忘了不定词 形容词前面 记得加上to be 我相信同学到目前为止 应该很能举一反三了 所以我认为呢 这一个想法呢 是很实际的 既然很实际 那就表示怎么样 是可以实现的咯 所以I thought the idea to be practical to be practical 那么我们也可以写成 I thought 连接词我们直接省略掉 好吗 好的 I thought the idea 记得咯 不要忘了 来偷偷加上一个这个记号 我们省略掉一个that哦 谢老师就不写了 既然省略掉一个that 后面要有什么 要有动词哦 The idea is practical 我们看到 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 有连接词跟没有连接词的用法 这里也是一样 没有连接词 它是idea是受词 在这里呢 是补充说明受词的 这个想法是可以怎么样的 可以实现的 也就是比较实际的 那么I thought 后面如果省略掉一个连接词 记得连接词的后面是 主词加动词 所以你必须写 The idea is practical 同学这样了解了吧 表示思考跟认识 那么另外还有一项呢 是也是同样的表现 就是要用不定词当受词补语的 我们继续往下看 看下面的课程 在主词加动词加受词后面的不定词 我们说有四类对不对 来看一下第四类 那么在第四类里面呢 比较多一点 可是依赖建议要求命令 而同学看到这么多动词 他会开始手指头拿出来数 到底有几个 其实不需要的 这个动词呢 有这么多 你不需要一个一个呢 记在脑袋里面 最主要就是 我们呢 在家学习的一个好处就是呢 你可以常常看 想到呢 就拿出来看 如果说呢 你下次碰到一个动词 不确定它到底后面要用不定词 或者是用圆形的时候呢 记得把我们的讲义拿出来看一看 甚至于把我们的教学袋拿起来看一看 那么看久了 多看几次之后呢 自然而然 你就会变成一种习惯了 变成习惯 那才有办法用嘴巴流利地说出来 所以我们来看看 这么多动词呢 它代表什么含义 像tell 告诉某人去做什么事情 记得一定要不定词 advise 建议 order 命令 ask 跟request 都是要求的意思 require 也是要求 force呢 语气强烈一点 叫做强迫某人 迫使某人去做什么事情 persuade 叫做说服 get 叫某人做什么事情 cause 使得怎么样 teach 教某人做什么事情 bag 祈求 也是请求的意思 请求某人去做什么事情 你可以发现 这个动词 这些动词后面都有个特性 就是叫某人去做什么事情 可能是很强迫地迫使他 可能是呢 很柔性地去说服某人做什么事情 这些动词呢 其实呢 它虽然中文解释不一样 但是它有某一点是一样的 叫人家去做什么事情 我们来看看 它怎么样运用到句子里面去 比如说像第一个例句 比如说像第一个例句 the doctor 医生 advised advised 第一是医生呢 建议 建议他要怎么样呢 哎 建议他要怎么样 他要戒烟了 那么戒烟我们说了叫做 stop smoking stop smoking 你能不能直接把戒烟这两个字 放进去 不行 同学要特别注意了哦 戒烟我们把它写下来 戒烟叫做 stop smoking stop smoking 叫做戒烟 但是呢 不能因为中文的顺序 你就直接把它摆下来 不行 你看一下这个stop 它是一个动词 我们说 一个动词呢 要摆下来 要看看老大动词的脸色 对不对 好 advised 在这里 我们说过 它后面出现另外一个动词的时候 记得要用不定词 所以这里应该写的是 to stop to stop smoking to stop smoking 来 老师帮你把它画起来 自己在讲义上也把它画起来 这里为什么用to stop 因为动词是看动词的脸色 动词是看动词的脸色 所以医生建议他要戒烟 英文就说成 the doctor advised him to stop smoking 第二个例句 I persuaded 好 它字尾呢 它的原型字尾就有意了 所以它的过去式呢 直接在动词的后面加上d 就可以了 所以它的过去式念成 I persuaded I persuaded 我说服他怎么样 我说服他呢 跟我一起去哦 还是一样 还是一样 去叫做go 在这里呢 放在这个动词的后面呢 不能直接写go 要写to go I persuaded him to go with me 这里的to go 同样 后面的动词怎么表现 是看前面动词的脸色 不过不要忘了 我说服他去 是谁去啊 他去哦 他跟我一起去 不要忘记 这里的to go 是补充说明受词的 叫做受词补语 好了 这四类的动词呢 讲了很多很多的动词 在里面 从一开始的期望 到所谓的允许 到所谓的 到后面这里的什么依赖啦 这些很多很多的动词 希望同学呢 常去看他 不需要死背 不要标上一二三四 然后呢 每次呢 只要想要用到他 就要把手指呢 竖起来 看看他怎么用 不要忘记 你讲话的时候 一次也顶多用一个 顶多用一个 所以常常反复的去看他 让他变成习惯 自然而然就会记起来的 好 接下来来看一下 我们的第五个标题 那么在第五个标题里面呢 谢老师编列了 这样的课程 同样是 主词加动词加受词 在第四个重点里面 我们提到的受词 后面是用不定词 to加圆形 来当他的补语 但是在第五个重点里面呢 我们看到了 不定词不是要to吗 不定词不是要to加上圆形吗 什么叫圆形动词 圆形不定词 在这里圆形不定词 记得 他的形长得跟圆形动词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所以呢 也就是 所谓的圆形不定词 就是不加to的 不加to的不定词 我们称它为圆形不定词 那有的同学会搞错了 老师 不加to那就叫圆形动词 为什么又叫圆形不定词呢 我等一下在例句当中解释给同学听 首先来看一下 我们说有哪些动词的后面呢 会用到圆形不定词 首先第一类叫做感官动词 好 我发现你的同学头越来越大了 对不对 正当前面的动词 后面要用不定词 都已经记得一个头两个大 又来一个 什么叫感官动词啊 不要忘记文法名称代表用法 来看一下感官动词这四个字哦 感是什么 感觉 对了 感是感觉 感觉不就在这里吗 feel 官呢 哎 官 在英文里面啊 哎 你在国中的时候应该有学过 我们说呢 人体呢 有所谓的五官 五官是哪五个 叫做眼 耳 鼻 舌 皮肤 哎 不是口哦 舌就在嘴巴里面 所以不是眼耳鼻舌口 是眼耳鼻舌 皮肤 我们要拿两个 一个是眼睛 一个是耳朵 对了 五官里面 我们拿两个器官 一个是眼睛 一个是耳朵 眼睛是让你怎么样 让你看的 来看看 see 叫做看 watch 也叫看 look at 还是叫看 notice 中文解释成注意 我说 哎 注意看 前方有一台车子 注意看 前方有一台车子 注意哦 有车子哦 你怎么注意 用摸的吗 等车子过来 你再摸它 你就被撞到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注意 有车子 是你要眼睛去看 哦 车子来了 所以注意 是不是也用眼睛去看它 去注意它 对不对 所以notice 也是跟眼睛有关系的哦 再来有一个字叫做observe observe叫做观察 其实中文讲的观察 也是用眼睛看嘛 对不对 哎 我观察上到地上 有一排蚂蚁在行军哦 观察 用什么观察 用眼睛去观察 所以它也是看 有没有发现 所以呢 这一部分 老师画起来的 都是跟眼睛有关的 再来另外一个器官 耳朵 耳朵是干嘛的 耳朵是来听的 所以有没有看到 这里有个hear 听 这里有个listen to 也是听 有没有看到 好 所以呢 来这么多看 在这里呢 先介绍一下 这个叫注意 这个叫observe 观察 那意思本来就不太一样 虽然都是用眼睛 但是意思不太一样 同学比较不会搞混 这三个see watch look at 三个中文都解释成看 你要特别注意它的用法 所谓的see 这个动词 它的基本含义就是 眼睛的基本功能 所以你眼睛闭起来 一张开 看到什么 哎我看到谢老师在电视上 这个看到 你就用什么 我看到谢老师了 就用see 但是呢 你要看谢老师教英文 坐在电视机前面 或者坐在电脑前面呢 长期的看 这个要用watch watch的时间是比较长一点的 所以呢 记得 哎我看到了谢老师在电视上 我很好奇谢老师要教什么 所以我就坐下来看电视 第一个看用see 看到谢老师用see 第二个坐下来看电视 就用watch tv watch tv 对不对 看久了 哎妈妈经过 妈妈问你说 哎你在看什么 我在看谢老师教英文 说实在的 仔细一看啊 哎谢老师长得还真美丽耶 对不对 仔细一看 对了 看得很仔细 那叫做look at 哎不好意思 小小的夸奖了自己一下 look at 叫做仔细地看 所以当我拿一张照片 你看 这个是谢老师的签名照 有没有 来看一下 美不美呀 签名照 签名照要你看照片 看照片不能随便瞄一眼嘛 多不礼貌 对不对 看照片要仔细欣赏谢老师的美貌的时候 要用look at 你看这里有一幅画 画的是谁呀 谢老师的微笑 哎不是蒙娜丽莎的微笑 谢老师的微笑 要怎么样 嗯仔细地看 看谢老师笑得好不好看 美不美丽 可不可爱 所以要看这幅图画 也是用look at 这样懂了没 所以记得see是眼睛的基本功能 oh watch呢是时间比较长的 look at是仔细地看 同样的hear跟listen to也是一样的 我走在路上 听到有人在叫我 听hear 什么叫listen to 哎我听到有一个声音哦 仔细一听 原来是有人在叫我 所以呢你耳朵没有关起来 耳朵没有放在冰箱边 那耳朵就可以自然而然听到声音 的这个动作就叫hear 仔细一听 有人在叫谢老师 哎仔细专注地听 这个听就要变成listen to了 很复杂对不对 其实不会的 经过谢老师的讲解 我相信你可以呢 在不同的时候 用不同的看 用不同的听 记得 非离物事 不要乱看 记得 非离物听 不要乱听 就是叫你不要用错 记得 好所以呢 你看感官动词 这个文法名称多可爱啊 感就是感觉 观就是跟器官有关的 眼睛跟耳朵 眼睛是看 耳朵是听 所以全部感官动词出来了 要不要死背 不需要死背 很简单 对不对 好 你已经知道感官动词是什么了 那记得咯 感官动词就是这一个动词的部分 它后面 记得 你要用圆形的 不定词来表现 所以看第一个例句 I felt my heart 我感觉到我的心脏 来 feel 它的过去是叫felt 我感觉到我的心脏啊 跳得violently 很强烈 哇 我的心脏跳得很厉害哦 我的心脏跳得很厉害 在跑完了一万公里之后 一万公里 有点夸张了 跑完一万公里之后 我觉得我心跳得很厉害 快要跳出来的感觉 有没有好来 心跳得很厉害 心跳当然你知道用beat beat 跳动也是一个动词 后面的动词怎么表现 要看前面动词的脸色 因为它是感官动词 刚才讲到了 感官动词后面再出现另外一个动词的时候 记得要用圆形 所以直接写beat 有的同学来了 有的同学呢 真的蛮好的 要把英文学好 要学会找茬 对不对 谢老师 你这个题目怪怪的 哪里怪 你不是一再告诉我 一个句子的基本结构是主词加动词吗 你这里为什么什么都不加 也没加to 也没加ing 还是动词 那不是矛盾了吗 变成一个句子 一个主词 两个动词 结果没有半个连接词 这个句子不就错了吗 哎呀哪里有错呢 它哪是叫圆形动词啊 它叫什么 它叫圆形不定词啊 哎对了 这个叫做换汤不换药 有没有 你说我叫动词 我会犯规 我不叫动词 我叫圆形不定词 这样了解吧 哎呀所以有的同学看到 圆形动词 圆形不定词 怎么回事呢 其实一个句子如果已经有动词了 那它只能叫圆形不定词 哎 以前呢我们讲了后宫家历三千人 有没有 哎我以前的皇帝呢 妻妾成群 但是不要忘了 妻子永远只有一个 其他都叫妾 对不对 所以呢老大永远只有一个 所以他已经叫动词了 那你就不能呢 叫动词 所以你叫圆形不定词 这样了解吧 所以记得感官动词的后面 记得跟圆形 你如果不想去分圆形动词 不想去分圆形不定词 直接记 用圆形就对了 所以我感觉到心脏跳得很厉害 I felt my heart beat violently I felt my heart beat violently 同样的 I saw 我看见了 我看见一个男孩子 I saw 我看见那个男孩子呢 怎么样 把巧克力啊 放到他的口袋里面去了 诶 好像不太好了 有点偷偷摸摸的感觉 I saw the boy put 有没有看到 这个还是一样 我们就称它为圆形 圆形不定词 为什么用put 为什么前面不加to 因为啊 它前面的动词呢 非比寻常 它叫感官动词 这样了解吗 所以呢 我们刚才告诉你的感官表示感觉 表示眼睛看 耳朵听 这样子的动词 后面再出现另外一个动词的时候 同学记得咯 一定要用圆形来表现咯 好 除了感官动词的后面 要用圆形不定词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动词后面 也是跟圆形呢 我们接着看下面的课程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咯 感官动词 如果用在被动语态当中 那么它后面呢 应该要怎么样来表现 看一下黑板老师所写的重点 感官动词呢 在被动语态当中呢 要用什么 to不定词 记得咯 我们在之前讲到感官动词的时候呢 它的后面必须要跟的是 圆形动词 对不对 看到某人在做什么动作 或者听到某人在唱歌 后面的这个动词呢 要用的是圆形的不定词 但是在被动语态当中呢 来看一下咯 被动语态 同学呢 自己在讲以上的重点 把它画起来 记得要换成用 to不定词 什么意思呢 直接来看例句 the police officer 这个警察呢 watched the children cross the road police officer 那叫怎么啊 警官 对不对 跟一般的policeman 可能阶级不太一样哦 这个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 the police officer 这个是单数 哦 有些警察 其实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呢 我们也不会讲警官 我们直接还是叫他警察 哦 还是叫他警察 警察呢 看着这些小朋友呢 cross the road 过马路 好 这句话我们要把它改成被动 本来是警察看着小朋友过马路 现在变成呢 小朋友被警察呢 怎么样 哎 看着 过了马路 有没有 我们要改成被动 那么同学你还记得被动吗 我们来看看这句话怎么改成被动 记住一个最基本的方法 一个句子呢 用主动表达 跟用被动表达 你只要记得 谢老师现在要告诉你的一句话就可以了 什么话很简单 叫做主动 一二三 被动 三二一 什么叫做一二三 一就是主词 记起来 二就是动词 三呢 是受词 对了 按照顺序写上一二三 这个是主动 主动一二三 被动呢 同学 换过来很简单 被动 三二一 所以我们先写三 the children 写下来 小朋友们呢 被看着 被这个警察 阿伯伯呢 看着过了马路 所以呢 这里看哦 watched 是过去式 我们说被动是什么 记得 被动是 逼动词 加上 pp pp叫做过去分词 对不对 好 所以children children children 是负数 那么负数呢 而且这里又是过去式 记得咯 主动句改成被动句 主被动句子的转换 时态不能变 所以在这里同学要特别注意哦 我们说被动语态是 b动词 加上pp 但是看好 b动词 是管时间的 pp 是管被动的 这个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么我们在这一套教材里面呢 也编了一张被动语态的部分 同学呢 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在这里老师先提醒你 所谓的被动语态 同学最清楚的就是 b动词 加上pp 但是哦 要各司其职 什么叫各司其职 各管各的 b动词是管时间 pp呢 就是管被动 所以这里呢 ed告诉你它是过去式 所以要用过去式的b动词 这样了解吧 用过去式的b动词 前面主词是负数 那么过去式的b动词 当然用的是谁呢 用的是word 好那pp从谁变来 pp从动词变来 所以老师帮你画上咯 这个ed呢 要变成跟实态有关的 由b动词来表现 这个watch看要变成pp 不要忘了过去分词是从动词变来的 有没有 所以变成 were watched 你说老师 你怎么过去式跟pp写的一样 没错 它是规则变化 都是字尾直接加ed的 所以呢这些小朋友能被看着 被谁看着 请你加一个介细词by 这个by呢在中文里面就解释成被什么人的意思 所以是by the police officer by the police officer 好来我们看看哦 先看到这里为止 主动 一二三 被动 谢老师说改成 好 the children 写在前面 叫做三 好 被动 逼动词加pp 这里是二 一呢 一本来是 警察 所以呢 要特别注意一下 一本来是警察 所以呢我们把一 写到这边来 哦 把一写到这边来 所以呢来看一下 the children were watched by the police officer by the police officer 所以呢一 主动 一二三 被动 变成 三二一 好 写到这里呢 老师要请各位同学呢 玩一个游戏哦 来看看谢老师 黑板上有没有写错 有 来 please 少写了一个e了 对不对 好来同学 这是老师的笔物 来看一下 please是p-o-l-i-c-e 我再帮你写清楚一点 哦 p-o-l-i-c-e 好了 所以呢 主动一二三 被动三二一 我们改完了 有没有 记得咯 这个by呢 在中文里面呢 解释成 被什么人 好 所以呢 看一下咯 主动是 警察看着小朋友 小朋友 被警察 看着 有没有看到 the children were watched by the police officer 好 后面还有个动作 还没有做完 本来这里呢 主动是用 cross c-r-o-s-s 我们说过 c-r-o-s-s 在动词里面 在表格里面 在单字表里面呢 它是属于动词 可是在这里呢 我们不能称它为动词 对不对 我们要称它为 圆形的 不定词 所以老师把动词 这个画掉哦 它叫圆形 不定词 因为老大在这里 动词在这里 对不对 好 它是感官动词 用眼睛看 是感官动词的一份子 感官动词 后面碰到另外一个动词 在主动的部分 要用圆形 但是 现在老师已经换成 被动句了 于是乎 应该要把它换成什么 在被动语态当中 要用不定词 所以要特别注意 这里的cross 要改成 to cross to cross the road 好 整句话呢 就出来了 The children were watched by the police officer to cross the road 那当然呢 有时候呢 我们会先 把这个动作做完 所以这句话 你也可以这样说 The children were watched to cross the road 小朋友被看着 过了马路 被谁看着 by the police officer 这句话也是对的 再来看一次 它的顺序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老师 黑板上呢 你所看到的 The children were watched by the police officer to cross the road 第二种 The children were watched to cross the road by the police officer 好 它有两种 不同的表现方法 都是可以的 那你如果对于主动 改成被动 这个句子不熟悉的话呢 就按照谢老师告诉你的 记得 很简单 主动 一 二 三 被动 三 二 一 一是主词 二是动词 三是受词 这样来做一个变换 比较重要是在这个部分 因为它是感官动词 感官动词后面的 另外一个动词的表现呢 记得 什么时候用圆形 什么时候用不定词 同学请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 这个是呢 我们提到的感官动词 那么感官动词呢 他的兄弟 我们只要提到感官动词呢 就会提到他的兄弟 他的兄弟是谁呢 他的兄弟是 所谓的使忆动词 好了 有同学说 老师 我接下来要看你怎么讲解了 感官动词叫做感觉 叫做跟器官有关系的 叫感官动词 啊什么叫做使忆动词啊 还是一样 文法名称代表用法 使就是命令 我使他去做了什么 但是在这种命令里面呢 有的是比较强制性的 有的是只是呢 顺口叫某人去做什么事情 意是什么 意是不是工作 对了 所以使忆动词呢 就是叫人家去做工作的动词 叫做使忆动词 那就像我讲的 叫人家去做工作 有一种是什么 逼迫的 强迫的 我们叫做make 妈妈呢 强迫我呢 去念书 我根本就不想念 叫我去念make have呢 是比较有依赖 拜托的意思 你回来的时候 妈妈叫我呢 在放学回家的时候呢 买瓶酱油 买瓶酱油 这没有强迫吧 拜托一下 顺便呢 依赖你一下 妈妈呢 懒得出去 放学回家的时候 直接买 这个是表示依赖 另外一个 let 就是让某人 做什么事情 be的 那就比较更强烈的哦 叫做命令 叫做命令 所以呢 同学 前面make跟have呢 这两个字呢 我们中文都可以解释成 叫什么人 去做什么事情 let就是让 中文解释就是让 那么be的呢 就是命令咯 好 来看看你能不能够 实际的把这个句子 运用到呢 这个单字运用到句子里面 看到第一个例句 那位妈妈叫这男孩 关掉电视 那位妈妈叫这男孩 关掉电视 好 如果呢 怎么样 男孩是很不情愿的 他本来想看电视的 可是他已经看了一天了 他还想再看 妈妈说 关掉电视吧 再不关掉 我要生气咯 好 这种事呢 怎么样 很强制的 那么我们就用make 好 本来呢 妈妈呢 坐在电视上看 坐在椅子上呢 看电视看一看 想睡觉了 妈妈就说了 哎 小明 帮我们把电视关掉吧 妈妈去睡觉了 哎 这时候是elive 所以你可以用have 好 所以用make 或者是用have呢 纯粹看你自己要表达的 中文都解释成 叫某人去做什么事情 但是意思有点差别 好 假设这一句 我们用make来表示好了 那位妈妈呢 叫男孩呢 关掉电视 好了 不管那 或这 同学 不要当 不要伤脑筋 说应该用this 来用that 其实用the 不要忘记 the 这个字 就可以解释成 这或那 所以不管 我这里写那位 或者写这位 不管用the 最好用了 所以呢 那位妈妈 那位妈妈 怎么说 怎么说 对的 the mom the mom 妈妈是有限定的 她要讲某一位 有讲某一位 一般来讲说 我的妈妈 你的妈妈 或者直接叫自己的妈妈 记得咯 如果说 妈妈叫你去睡觉了 你跟妹妹这样讲 妈妈叫你去睡觉了 直接叫mom就可以了 你不要说 my mom 我的妈妈叫你去睡觉 好像我的妈妈 不是她的妈妈一样 所以如果是同一个妈妈 同一个妈妈 我的妈妈就是你的妈妈 同一个妈妈的话 直接用mom 前面不需要所有格 也不需要家的 但是特别有限定 哪一位妈妈的时候呢 the mom 叫这位男孩 我们用 made 有一次呢 我看到有个同学 写这个句子 那么那一阵子呢 他刚好学到 bark 这个字 bark这个字呢 在单字表里面 他也写一个叫 不过呢 同学少背了后面 叫狗叫 狗在叫叫bark b-a-r-k 所以他看到这样的句子 那位妈妈叫这男孩 叫the mom bark the boy 哇塞 这样子呢 误会可大了 你把妈妈当成什么了 记得 狗在叫的动作是b-a-r-k bark 那么妈妈叫这个男孩的名字 那个叫 叫做call C-A-L-L 但是叫某个人 做动作 你们看到 叫某个人 去做一个动作 在这里的动作是什么 在这里的动作是 关掉电视 你们看到 叫某人 去做什么动作 这就是 使忆动词 所以还是老话一句 不是从中文 看到叫 你就去选择写bark 选择写call 不一样的意思 我们中文可能用的都是同一个字 但是在英文里面是不一样的同学 要特别小心一点 所以 the mom made the boy 好 叫某人做什么事情 这个是一个 使忆动词 使忆动词的后面呢 跟感官动词一样 我说过 使忆跟感官 他们是兄弟哦 所以 感官动词后面用原型 不定词 使忆动词的后面 还是一样 用原型不定词 所以我直接写 turn off turn off the TV 关掉电视 turn off the TV 记得 关掉 有关开关 按钮的东西 叫turn off 关门 关窗户 叫close c-l-o-s-e 不一样 turn是 本意是转的意思嘛 转什么东西 转一些开关啊 水龙头啦 或者是呢 电器用品 对了 那种电器用品的开关呢 开叫turn on 关叫turn off 你看看你的遥控器上面呢 是不是有on跟off 有没有 在电源的部分 或者你们家的电灯呢 有on跟off 这个同学呢 要特别注意一下 所以呢 关掉电视 叫turn off the TV 来看一下整句 the mom made the boy turn off the TV 妈妈呢 叫男孩 关掉电视 所以你用may的这个动词呢 就是在告诉人家咯 这个有怎么样 妈妈是很强势的 强迫她 把电视给关掉 好 这个是呢 第一个例句 接下来 再来看一下 第二个例句 老师呢 让学生回家 老师呢 让学生们回家 好 来看一下 像做这个句子呢 有小地方呢 同学呢 你很容易犯错的 老师让学生回家 当我在叙述 这个状况的时候呢 同学 是不是某个老师 对了 诶 你们怎么可以走的呢 老师让我们回去啊 老师叫我们回家的啊 我们没有偷跑哦 老师叫我们回家的 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 是不是指某一个老师 对了 就是叫你回家的那个老师 所以你在写的时候 很多同学看到老师 他直接写teacher 不对 老师呢 让学生回家 这个动作已经发生了 对不对 所以你在叙述它 既然已经发生了 那是某一个老师 某一个老师 让某一群学生 回家去了 所以这个老师的前面 记得要加一个 the the teacher 每一个地方都要搞清楚 为什么他要用 这样的一个字来表现 the teacher 让 我们说直接用 let 好 the teacher let 老师让 学生 可是回家的学生 是特定一群 对不对 所以还是要加 the the pupil 好 pupil跟student 有什么差别呢 我们讲小学生 好可爱的 那种小一小二 一直叫小四小五 这种小学生呢 我们会称为pupil 会称为pupil 一般来讲呢 是那种高中生 以上大学生 我们才用students 可是我们在学校的课本里面 以前国中课本 或小学课本 并没有 并没有分得那么清楚 那你要知道 pupil也是学生的意思 the teacher let the pupils 好 使忆动词出来了 所以回家 用什么 回家用 go home 原型动词 好 老师帮你把它 画起来 整句话就出来了 the teacher let the pupils go home 老师让学生 回家 那么讲到回家呢 你如果呢 在外面上课 上了一天呢 回家是一件 最愉快的事情 对不对 那么回家 有好几种说法 我们来看看哦 回家第一个 黑板上写的 go home go叫做去 去到家里面 所以你人在外面的时候 想要回家 叫做 go home go home 所以我想要回家 I want to go home I wanna go home want to 在口语里面 可以变wanna I wanna go home 让你人在外面 什么叫 come home come叫做 来 来到家里面 表示 你人 已经 坐在家里了 所以呢 妈妈问你了 妈妈如果比你晚下班 妈妈问你 你今天放学 是几点回到家的 几点回到家 这时候呢 你跟妈妈 一定都是在家里 所以都在家里的回家 叫做 come home come home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 叫 get home get是抵达的意思 什么时候 到家 抵达 家里面 get home 所以你要搞清楚 这几个不同的差别 你在使用的时候 要找一个适当的时机呢 正确的用法 把它用进去 接下来下面 这一个重点 十一动词 我们说过了 十一动词呢 基本上分成三派 第一派就是刚才讲的 make a half letter 跟beat it 这是呢 十一动词里面的 最正派的一种 后面用的是 原型不定词 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重点 十一动词里面 一个群体里面 难民有那种 害群之马 对不对 有那种叛徒 十一动词get 在这里的get呢 解释成 叫某人去做什么事情 不是得到哦 get呢 我们说得到一份礼物 叫get a present 它可以解释成得到 但是它也可以解释成 叫某人去做什么事情 就是十一动词 那么呢 它是叛徒 它跟前面的那一组不一样 它要用的是 to不定词 它要用的是 to不定词 所以同学 要特别注意了 你如果用get解释成 叫某人做什么工作的时候呢 记得要用to不定词 所以像这个例句 I got him 我叫他修理这一台 radio收音机 我叫他修理收音机 I got him 修理 repair R-E-P-A-I-R 它在单字表里面也是动词 动词要看动词的脸色 有没有看到 后面这个怎么填 要看前面这个动词的脸色 所以get后面要用 to不定词 to repair to repair 好 re呢 叫做再一次 同学你将来看到一个单字的前面是 re那就是再一次的意思 pair是什么 pair是我们说一双鞋 叫做a pair of shoes 成双成对的叫做pair 一个东西呢 你把它拆开来 要再让它成双成对 再把它组合在一起 再把它弄好 那是不是就是修理的意思 对了 所以这个字其实也是可以拆字的 所以呢 I got him to repair the radio 我叫他呢 修理这台收音机 好 所以呢 这一个 十一动词里面的 pain to get 同学要牢牢的记住他 他一臭万年的 好 那么我们说一个群体里面 会有怎么样 会有叛徒 也会有墙头草吧 对了 有一个动词就叫墙头草 十一动词 help help呢 不解释成叫什么人 做什么动作 help叫做 帮忙 我帮你做什么动作 那你想要帮忙 有时候是真心想要帮你 有的是什么 很伪善的 很虚伪的 好了 我来帮你吧 虽然是怎么样 嘴巴说要帮忙 但是心不甘情不愿的 对了 help这个动词 它是墙头草 什么叫墙头草啊 它两种都可以用 to不定词也用 圆形不定词也用 所以呢 在这个动词呢 出现在句子里面的时候 你要特别注意哦 can you help me the tent 你可以帮我呢 把这个帐篷搭起来吗 can you help me 把帐篷搭起来 在英文里面呢 用一个动词片语叫 put up put up 那put是动词 那还是一样 动词还是要看前面动词的脸色 所以它可以用to不定词 也可以用圆形 所以老师这样写 to put up the tent 那么我把to 刮好起来 换句话说 前面的本动词 主要的动词是help的时候呢 后面 put up 或者是to put up 也就是to不定词 或者圆形不定词都可以 好 这个是我们提到的 实义动词的用法 可是你有沒有看到呢 老师到目前为止 所讲的实义动词的用法呢 都是主动 那么呢 实义动词 有没有像感官动词一样 有被动的用法呢 如果再出现在被动句 譬如说 我被妈妈叫去 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被动怎么表现呢 来 我们接下来看 实义动词呢 被动表现 实义动词的主动跟被动呢 它最主要的差异 是在后面的不定词的表现 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么实义动词 既然是感官动词的兄弟 那么它的用法 就会是一样的哦 有差不多的个性 对不对 好 所以来看看重点 实义动词make呢 在被动语态中 要用to不定词 要特别注意一下 很多同学会说 老师 你怎么只写make呢 实义动词 我们刚才讲过 有这么多个 对不对 在这里为什么只提到make 一般来讲 这么多个实义动词里面呢 不是所有的动词 都可以用在被动语态当中 最重要的是 我们常常讲的 被强迫去做了什么事情 所以make这个字呢 我们会怎么样 我们会用在被动当中 其他的动词呢 不用在被动当中 所以同学 老师只举了一个例子 make 这个同学要特别小心 来看一下这一个例句 我们把它改成被动句 它的改法呢 跟刚才讲过的感官动词 是一样的 The teacher made the students try the game 老师呢 叫学生们呢 再试一次 好 来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呢 常常会看到呢 同学句子写错了 我们会叫他们呢 再练习一次 再做一次 对不对 一而再 再而三 反复的练习呢 就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那么记得 我们刚才教你的方法 主动写上 一二三 一是主词 二是动词 三是授词 好了 谢老师说 主动一二三的时候呢 你要告诉自己 被动是什么 被动是三二一 虽然很简单的一句口诀 但是可以帮助你 做好这个题目 来 三写下来 The students The students 不要忘了告诉自己 动词是b动词加pp 各司其值 过去 b动词用过去 made 刚好它的pp 也是made 同学要特别注意哦 不是所有的 过去式跟过去分词 都长得一模一样哦 刚好我们刚才举的例子 watch 跟这里的make 它的过去式跟过去分词 都长得一样 所以我们都直接摆下来 这是同学 不要误以为 每一个动词都是这样哦 你容易犯错 所以要把动词三太呢 把它搞清楚了 所以The students were made 三 二 再来 一 记得加一个by by the teacher 有没有看到 写完了 The students were made by the teacher 学生们呢 被老师强迫 要再试一次 好来看一下咯 主动的时候 后面是原型不定词 被动的时候呢 就要改成 to不定词 所以这里的try again 我们写上的是 to try 再加上 again 好 同学 看过感官动词 在写十一动词的时候 就更简单的 还是一样 The students were made by the teacher to try again 我们可以写成 The students were made to try again by the teacher 你可以把by the teacher 放到后面来 也是可以的 好 这是第一个 我们讲到的 再来看一下第六个 老师跟你提到的 第六个重点 有这样的一种句型 我们呢 在之前讲的是 主词加动词加受词 后面来一个不定词 现在它的受词 是it 不要忘了 it指什么事情啊 我们在讲到 不定词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告诉你 it叫做假主词 忘了吗 忘记的同学 赶快把讲义 翻到前面去 我们告诉你 当一个句子很长 主词很长的时候 这个主词又是指 一件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 it来代替一件事情 那么it来代替一件事情 后面要还原 用不定词 对不对 同样的道理 it在这里 它不叫假主词 因为已经有主词了 它放在动词的后面 所以在英文里面 我们称它为 假受词 对了 它是主词 是代替的主词 叫假主词 它是代替的受词 叫假受词 那它是假的 真的在哪里 一样的道理 去找后面的不定词 有没有看到 它指什么 找后面的不定词 但是呢 像这样的句型呢 只有少部分的动词 可以用 老师列出来了 像find 像think 像make 像make 当然不是只有这三个动词 那当然有些动词 你看到这个句型的时候呢 譬如说我们再举一个 譬如说呢 我们讲到的 concedure concedure 其实也是 我认为 那么老师为什么没有把concedure 写在讲义里面呢 同学自己补进去 因为concedure 就是think啊 对不对 我认为怎么样 我考虑到怎么样 我的想法是什么 我想到什么 这两个字的意思是差不多的 好 所以我要告诉你的是 当有动词跟这几个字的意思是差不多的时候 它就可以用在这个句型当中 这样同学了解吗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举一反三哦 好 来看一下这个例句 she found 我们看这个句子 她发现 发现什么 这个后面that所引导的这一个呢 都是她所发现的这件事情 好 she found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understand him 她发现呢 这一件事情是不可能的 什么事情不可能 在这里 同学 这里的it 跟这里的it是不一样的 这里的it是放动词后面叫假寿词 这里的it在b动词的前面 that连接词后面要加主词加动词 所以它叫假主词 那么句型呢 其实这个句子我们可以代换成这个句子 为什么 因为it可以当假主词 it也可以当假寿词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句子应该怎么代换 我们可以换成 she found 她发现 这一件事情 she found it 有没有 她发现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的 这件事情 不可能 同学 当它变成寿词的时候呢 连接词就要不见哦 你们发现 本来是她发现了 用that引导的这一件事情 that后面要加一个子句 主词加动词 但是现在我把它换成主词 动词 假寿词 这个c是什么 补语 补充说明寿词的 她发现这一件事情不可能 这一件事情不可能 而不是她不可能哦 不对哦 她发现这一件事情不可能 她是来补充说明她的 啊什么事情不可能呢 来后面讲清楚啊 一直讲 指什么事情要交代清楚 我们说交代清楚 就用不定词 所以把不定词写下来 变成 to to understand to understand him 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句子 she found impossible to understand him 所以这两个句子是一样的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句子跟简洁 对了 所以found 这个动词 也就是find 它的原型是find 它后面可以用that 发现一件事情 可以用that 连接一个主词加动词的子句 但是因为这样的动词呢 又有这种句型的表现 所以我们可以代换哦 she found it impossible to understand him 翻译成中文的时候 同学要特别注意 it 既然是指这样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不要照字面翻 把它翻成 他发现他不可能了解他 这一句话呢 听起来呢 一点都不像中文 对不对 所以这句话应该是翻译成 他发现 it指的是这件事 直接跳过来 他发现了解他是不可能的 他发现啊 要去了解他那个人哦 心里在想什么 要了解他这个人的个性 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他很神秘哦 好 就是这样的意思 这样的句型转换 同学要特别留意一下 那么接下来 我们直接来看整句翻译 记得除了find之外 还有think跟make 都有这样的句型表现 所以来看第二句 我认为说谎是不对的 我认为说谎是不对的 你要用that的子句来连接 有点麻烦 直接把说谎这一件事情 用it来代替 我发现他是不对的 有没有看到 老师教你怎么做哦 i think it wrong 这个句型要特别注意 因为呢 在中文是没有这样的句型的 中文是没有这样的句型的 所以呢 记得把这一件事情 当我们说说谎是不对的 这时候的说谎是一件事 而不是动作哦 我没有正在说谎 我只要告诉你 说谎这一件事情是不对的 动作没有所谓的对与错 事情才有对与错 所以这里呢 它是指一件事情 事情就可以用it来代替 i think it wrong 我认为这件事情错的 什么事情 it不管当假主词 还是假寿词 还原都用不定词 所以是 to tell a lie to tell a lie it指什么事情 去找后面的不定词 所以我认为 说谎是错误的 i think it wrong to tell a lie 这是第二个句子 接下来呢 第三个句子 我们来看一下 我认为弄丢手表 是你太粗心 诶 第二句跟第三句的差别在哪里 好 我认为是一样的 说谎 变成弄丢手表 不对 变成太粗心 所以在第三个例句里面呢 多了一个什么东西 多了一个 是你 有没有看到 那这个是你应该怎么样连接 还是一样句型先出来 这里的是你 我们先不看哦 我直接先写 我认为弄丢手表 太粗心 一样的例句 所以 i think it 太 我们加一个to to care less care叫做在意 小心 加上一个less 就是不在意 不小心 就是太粗心 i think it to care less it指什么事情 去找后面的不定词 所以我们先写在这里哦 it找不定词 所以是 to lose 弄丢手表 to lose the watch 如果是弄丢你的手表 你就写 to lose your watch 也是一样的 好 这个句型呢 我们这样写 下面跟上面是一样的 可是这里多了一个是你 一个是你 还记得我们一开始讲到 it可以当假主词 代替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说 意义上的主词 要用for 或者是用off来连接 有没有 it is important for you to study hard it is kind of you to help me 用for指的是事情 用off 前面的形容词呢 要表示人格特质 所以初心 我们可以讲 you are too careless 你太初心了 初心也是可以拿来形容人的 所以我们的介细词用 off you 写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 所以这个句型呢 其实是从 我们一开始讲到 不定词 it当假主词 这个句型 变来的 同学稍微 再看一下 I think it too careless of you it too careless of you to lose the watch 我们如果不要 前面的I think 我们可以讲 it is too careless of you to lose the watch 记住老师讲的 没有I think 这里加一个is 这件事情 你是太初心了 什么事 弄丢手表 没有I think 前面加一个is 就是一个独立的句子 只不过这里的it 变成受词了 那动词就不要了 I think it too careless of you 其实是一样的句子 懂了吗 所以如果 这个句型 同学有点不太清楚 表示你一开始的 不定词 那个句型呢 有点忘记了 再回去 反复的再看一下 最后第四个 他习惯早睡早起 习惯 我们有一个重要的片语 直接写 同学把它记起来 叫做 He makes it a rule 他使得 这件事情 当做一个rule 规则 什么事情呢 早睡早起 记得用不定词 早睡早起 叫做 保持好的时辰 什么叫 保持好的时辰 该睡觉 时间到 就去睡 该起床 就起床 所以 He makes it a rule to keep good hours 还是一样 It 指什么事情 It 去找后面 不定词 所引导的事情 就可以了 那么 make it a rule to 做什么事情 在中文里面 就解释成 他习惯怎么样 好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要先告一个段落 接下来还有很多 不定词的重点 等着要教你哦 好 待会见咯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